这是大明最后的救命稻草 抗清暴国的民族英雄 袁崇焕 而现在他马上要被自己人残忍处死 活活灵池一千二百刀 王晨恩于心不忍 特意拿出太监们压箱底的宝贝 从大明开国以来 被灵池的大奸大恶之徒 最多也就是挨六百刀八百刀 袁崇焕之一千二百刀 绝对是前无古人的酷刑 不仅皇上如此恨他 连京城百姓们也恨不得拾其肉 请其皮 就等着看他的热闹 只因为护驾晚来一步 百姓们都以为他与皇太极勾结 故意让八旗军打到北京城下 崇祯给他安上叛国谋反的罪名 更是坐实了这一点 可怜袁崇焕苦心孤意 为大明守住最后的防线 最终却还是没能防住 来自自己人的冷剑 实在是千古奇缘 万载恨事 老夫知道你是赤断真心 可惜的是 恐怕要到一百年之后 人们才能承认这一点 为你痛撒英雄类 大作主义传 昔日重创努尔哈市 聚八旗军于国门之外的抗青名将 如今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顶着百姓们的叫马声 袁崇焕慨赴死 而他被切下来的肉 竟然被百姓们真相认购抢食 对袁崇焕的行刑持续了整整三天 他的死亡也意味着 崇祯王朝最后的顶梁柱 也黯然坍塌 在皇太极眼中 如今的大明朝已经唾手可得